请 请 谢谢您了 不必客气 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好客气的 不知道您今天约我出来 是有什么事吗 蔡秘书 不 这些年你跟着董事长 现在又辅佐伊坤 真的是辛苦了 这还得多谢董事长 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 好像伊坤不太信任你 德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让米丽加班 她倒好 不但不加呀 反而迟到这么久 你别管她 她还来不来 奇怪 何老师去哪儿了呀 何老师 她 没来吗 我刚才给她打扫办公室的时候 她的外套手机都在呢 我刚才下楼停车的时候 也没有看见她 她可能有事出去了吧 出去不上外套 不带手机 不可能吧 你好 那个何先生在吗 请问您找她有什么事吗 我是4S店的 她的车已经保安好了 我是来给她送车的 这个钥匙回头你交给她吧 他什么时候送的车呀 昨天 昨天 你 你们 你们 你们在这儿吗 吕芬 我可不可以做她 不可以 我 我 我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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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个银子 我什么 他爸是我老师 你要弄死他 我 你 喝 喝 喝 干什么 碰碰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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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放我 你晚上想饿死我 别动了 你都过来 你锁我 你想弄死我 不要动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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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 我们先走了 喂 喂 怎么了 你们怎么来了 她说她有病 所以才把王特给打了 我带她过来看看 小燕 你说什么 她干吗 她把王特给打了 你还不信是怎么着 不是你真把王特给打了 我只要看见王特跟她在一起 我就受不了 我控制不了 我自己的行动现在 小燕我跟你说 她能有什么问题 她就是没事找事 明白吗 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赶紧给我看看 你说有她这样的吗 有她这样的吗 小燕 来来来 她不能看病 你去我办公室做伙 你别气别气 她可能真的有病 你让她看一看就好了 来吧 来吧 你好好给我看看啊 小燕 你真把王特给打了 你不信是怎么着 和你信也能再小点吗你 能啊 她会打你朋友 也是因为她爱你嘛 对不对 谁知道这是不是爱 这是两码事 肯定爱肯定爱 方哥我跟你说 就你这种态度 我不看好你了 你就等着跟小燕分手吧 不是何开心 我来找你干吗来了 小燕跟我说 我心里没病的话 我就得去跟王特道歉 不然她就要彻底跟我分手 你说哪有女人这么办事的 那分就分呗 我凭什么呀 咱们不说我给小燕 十年青春大好光阴啊 咱们就说我这十年 是怎么对小燕的 你是看见的吧 凭什么呀 为什么呀 这些都是你画的 那你画这些干吗 这些啊 都是我想参加 设计大赛用的 只是我不知道 能不能入围决赛咯 那你既然不愿意分手 那你就给王特道个歉 不就完了吗 何开心你脑子有泡吧 王特抱了我的女朋友 我去跟她道歉 我有病啊 就你这种智商 咱俩没有办法 一样 走 要不我拿去给王特看一下 你朋友懂设计啊 他可是时装公司的董事长 兼首席设计师啊 太好了 那你帮我问他 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还有 有江市想麻烦你 你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 小燕 来吧 我给你男朋友已经做完心理测试了 结果是 结果是不是他有病啊 有病 但是病的不是很严重 只要你给他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 我相信他会好的 是吧 呃 对 这个经过何老师的耐心劝解 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 所以呢 我决定我亲自上门找王特道歉 求得他的谅解 这也还差不多 那咱们走吧 走 走啦 拜送你了啊 没问题 拜拜 我送你们 一昆 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上车 去哪儿啊 上车 一昆 一昆 一昆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的脸色好难看啊 你不用管这些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俩面前的一切困扰都没有了 你也不用为我的身份而担心 我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有些事你不用明白 记住了 好好爱我就够了 可是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去度假 伯母 接到您电话我就赶来了 没让您等着急吧 没有 对了 对了 您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娜娜 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开心 让他做到总经理的位置上 我当然愿意了 您说怎么帮吧 你也知道 他哥哥呢 为了那个服务员 和他爸爸炒番了 现在扔下了集团的事情 离家出走了 这个时候 是开心逆袭的好机会 我想让开心 带着你们家合作的项目 回到集团做总裁 你回家说服你爸爸 全力地支持开心 怎么样 有我在 他敢不支持 太好了 娜娜 何老师 我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昨天晚上的事情 岳飞你不用解释了 何老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故意的不重要 李飞你现在赶紧出去工作吧 我这儿还有忙呢 何老师 李飞 没错 何老师 其实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把他锁在仓库的 你不知道吗 自从他来了以后 他天天跟你上班 天天跟你一起下班 以为他你都冷落了我 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吗 你 不对不对 李飞 我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你知道吗 可是我没把你当哥哥 喂 李飞 李飞 喂 你别以为啊 你白天在这边做助理 晚上回家当保姆 就能跟何老师怎么样了 乌鸦呀 是永远变不了凤凰的 想变凤凰的是你吧 不过我想告诉你 你该不会 跟凤凰 啥啥分不清楚吧 千万不要自作多情 我自作多情 我哪里自作多情了 昨天晚上 何开心已经告诉我 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要是不信 来 进去问他 我 我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扯别的啊 我告诉你啊 识相一点就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大家以后都不好过 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 威胁我 我告诉你 你打不过我的 你 走着瞧 有没有搞错 抬转到黑带 我真的不可以做李飞吗 我真的不能做他吗 喂喂喂 你干什么呀 当然不行啊 你又怎么了 我揍你可以吗 凭什么 你有病吧 凭 就凭你跟他有关系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又怎么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还没有消气呢 他 还在我面前嚣张跋扈 挑衅我 我 我有发现吗 这条路更可恥的 也不太大了 太可怕了 你不是让人盯着皮特吗 怎么回一点消息都没有 派去盯皮特的人汇报说 皮特这几天都在公司 没见到她和小姐在一起 那就继续盯着 我不相信他们不见面 是 合适的财务状况 调查清楚了吗 调查清楚了 一会儿给您拿来 你瞎嘟到什么呢 你别打扰道歉的情绪啊 你别弄了 坐 你们怎么来了 汪涛 我 那天啊 确实是我不对 这个 无论如何我不应该动手打你 今天我来呢 就是专门跟你来道歉来了 请你原谅我 其实你不需要道歉 那事我已经忘了 你 我就跟你说吧 王特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这非得不信 那 那个 王特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挺好的 不是谁都需要你的关心 这人家就要有个性 是吧 是吧 你们要是没其他事的话 咱们改天再聊吧 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王特 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家的保姆 他也想去参加那个设计大赛 我把他手稿带来了 你帮我看一下 给提点意见 这是一个保姆设计的 这是一个保姆设计的啊 要说学 也就跟他那个前男友 学了点皮毛 麻烦你告诉这位朋友 他的作品 连我们初赛的水平都达不到 其实这点 我早就应该也猜到了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他要是设计得好的话 我们拿着他的手稿过来 找你提秀改一件干吗呀 小妍 他和你很要好吗 还可以吧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所以我就想帮帮他 这样吧 你告诉他 虽然他的东西 达不到初赛的水平 但是还是有服装公司愿意买 你为他愿意出多少钱 你买啊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可 那这样对你不太公平吧 你管这么多干嘛 人家这有钱就是任性 对吧 我给宝宝打电话啊 我给宝宝 你老是 这也用不得来 一定要打电话啊 这只要是 你哥 你坐在这里 我只要一会儿 你要不像这个人 你电话 放哥找你 哈啰 找我干嘛 迷利啊 这个 我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你打算先听哪个 先听坏的吧 先听坏消息啊 那行 坏消息是这样啊 我们拿你的手稿 给校园那个朋友看了 他这个朋友呢 说你那个手稿根本就不行 连出赛都过不了 你这么说话 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 他这个朋友啊 在校园眼里 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 所以呢 你就别在电话里 再骂他了 对 他是无权批判的作品 对吧 这个我知道 那谁听我说啊 我这说个好消息呢 别着急啊 他这个朋友啊 是个慈善家 现在呢 人家打算出钱 买你这个设计手稿 你出个家呗 一个否定我设计的慈善家 却要花钱买我的设计 方哥 你替我谢谢他 谢谢他的善心 然后替我转告他 我的创意无价 我不卖 喂 我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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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哇 也这么有个性啊 那个 人家说了 不卖 就算卖的话 他说 你这点身价也买不起 我要不是看在萧原的面子上 怎么会买他的东西 他也真是不知后歹 你为什么不卖啊 我为什么要卖啊 就以为我穷吗 我就卖到我的理想 我的报复 我的尊业吗 不是 这跟尊业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要太敏感 这个没钱啊 都这样 他是钱虽然没有 但是志气呢 有的是 这个可能是穷得太任性了 你踢我干吗 要不这样吧 你转告你的朋友 如果他愿意的话 可以来我这里上班 那我先替他谢谢你了 回去我转告他 你就别妄想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绝不可能到这儿来上班 走了 那个我们先走了 走 王特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我问你 我问你 你会花钱去买一个 你不认同的设计创意吗 如果是我的话 一分钱都不花 我先走了 你会ило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才开始 就可以准备下一届的 射击大赛了 你牛什么牛 不就有俩臭钱吗 人家的一番好意 全让你给毁了 这能怪我吗 你电话里那么跟米莉说 人家当然不同意了 不是 那你让我怎么说 我骗米莉 我看你就是诚心的 你现在别这么说话啊 我现在心态特别好 一点都不瞎 懒得理你 你要干吗 我打电话给米莉啊 我 干吗啊 你要跟她说什么呀 让她把设计卖掉 米莉参加比赛 人家是为了参加比赛 拿名次对吧 你现在让她把设计卖掉 你知不知道她正需求什么 我没说我要 让米莉把设计卖给王特 我只是说 想要问她 要不要来这边工作 那就更不能说了 是吧 你想让何开心跟咱俩绝交啊 你敢把何开心心爱的那个小保姆 从她身边给拿走 她不得拿刀砍了咱俩 有点道理啊 算了算了 不管了 给你给你 不管就对了 我告诉你 从刚才那个慈善家的行为举止 我很有自信 根本不用等到下一届 这一届呢 我就可以入围了 对啊 米六跟你说 你这叫盲目的自盗 我要入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要入围了 我就八光你 八光 全身上下的钱 闺女 不要入围 何老师 你输了 她的作品入围了 不不不 不是她真入围了 没错 你确定吗 入围了 入围了 恭喜 恭喜你小姐 入围了 入围了 你真是一个天才了 入围了 入围了 刚才是谁 说我盲目自大 是谁 刚才 要我把我的作品卖掉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 叉叉叉 给你几个大耳光 舅舅 你确定是她入围了吗 确定 你这么不相信她吗 你没有寄存的名字 是叫米粒吗 难道不是叫什么 不可能 米线 米条 什么米花 米面 米老鼠之类的 米米个头啊 你个乌鸦子 是我对吧 是我对吧 太棒了 这个 不停 你放心 你会不会有什么 还有一点 不要 没有 只有你 你懂了 来 董 不知令千金回来没有啊 还没有回来 你看 孩子们的事 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见面 以至于他们的婚事 一直没定下来 只是我们的合作一直拖下去 你看这样行不行 孩子们的事情我们先放一放 是不是先谈一谈我们的合作事宜 实在抱歉啊 我已经把这个项目全权交给小女了 一切得等她回来之后再相谈 那好吧 真羡慕你啊 令千金能替你独挡一面 难怪你这么逍遥自在 我哪里能和您比啊 我可是听说您家这两个孩子 都是年轻有为啊 别夸他们了 有机会 也得让他们跟你学习学习 客气客气 好 太胖 还这么黑 都不是皮特 都不是皮特 皮特帅多了 明莉 找不到没关系 就让余余继续帮你找 不是这么多都是山寨的吗 嗯 不过没有关系了 告诉你 只要你拿了设计大赛的冠军 那一天他都会来找你 不是 人就是这么现实 他拿冠军 我跟你说他能入围就不错了 还拿冠军 我很相信他 我 我 我告诉你 我为了皮特 我一定可以拿冠军 不是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喂喂喂喂 干什么 你们两个先吵 我要先走了 谢谢你帮我 谢谢谢谢谢谢 不要客气了 我只是还他一个人情而已 谢谢 拜拜 拜拜 辛苦辛苦辛苦 没有事的啦 喂 米粒 你听见没有 人家是还我的人情 所以你最该感激的人是我 你懂不懂 我偏不 我告诉你 你给我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不许给我安排任何工作 什么小本部 什么小秘书 一份活我都不干 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要认真地参加设计大赛 好 但我警告你了 如果你拿不到冠军的话 你就死定了 你同意了 同意了 真的假的 假的 我当真的听了 谢谢老板 喂 谢谢老板 听总经理说 你采用了一个保姆的设计 没错 听说 这次走秀的主秀 你要用九红 没错 那你答应我的主秀呢 这次要不就算了吧 下一次让你做主秀 好 就这样 去吧 爸 好的 小姐好 娜娜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 不欢迎我走了 欢迎 我女儿我能不欢迎吗 找爸什么事啊 说 爸 何氏集团的项目 你先别急着签 为什么 是不是你和何开心 你们之间 又出现什么问题了 才不是 我俩好着呢 那为什么不让爸爸 切这份协议啊 我想你利用 何氏集团这个项目 让开心当上总裁 是何开心 让你找我来这么说的吧 不是 是何伯母的意思 他倒是蛮聪明的 他想利用我 拉下何一困 推开心上位 他倒是蛮有心机的 爸 你别想那么复杂 这也是我的意思 我不想再让开心 受他哥欺负了 我不管 你必须让开心当上总裁 他要是当上总裁了 我就是总裁夫人 行不行啊 爸 爸 你真好 我 怎么样 喜欢这儿吗 喜欢 我特别特别地喜欢 我特别特别决定 我特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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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特别决定 你那个决定 没有什么 我特别决定 你想我了 我想你了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是她的秘书 她刚刚说她口渴 让我们再加一点水 对 你帮我加点水 她说她想你啊 你 你想她 好 行了 行 接着去 开心哥 我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我会加倍对你好的 丽莎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只要你每天开心快乐 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明白吗 是这样的 丽莎 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我当然爱上她了 你怎么会爱上这种人呢 你知道这种人 见算刻薄小动机场 正在骂来骂去 没有一句好话 这个人特别不好 你谁不爱偏偏爱上她 喂 你说说 我是你说成那种人吗 你不是吗 我怎么见算刻薄啊 我跟你说 我每天都想为我自己的人生点赞 你明白吗 这两个字你千万别点 丢人 丢人 不是 你无家可贵的时候 谁救你的呀 你没有工作机会的时候 谁给你提供的 你在魔爪里的时候 谁帮你救出来的 你忘了吗 我没说不是你 我在帮你 什么 你帮我 帮 帮 晚上可以和我一起吃饭吗 我 太不巧了 我是她的秘书 她的行程我都知道 刚刚呢 我忘了要提醒你 你今天晚上有约 对对对对 我晚上约了 约了别人 胡娜 胡 胡娜是谁啊 你连胡娜都不知道 是跟你们家何老师非常非常非常 好的好朋友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 莉莎你别难过啊 那个 她的行程都是我安排的 我在另外帮你排啊 改天 我走了 拜拜 莉莎 我们安静时间 路上注意安全啊 慢走 拜拜 拜拜 谢谢我 赶紧的 说谢谢 谢谢 我就不懂了 丽莎 怎么就会喜欢你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借着帮她 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对她放电 诱惑她 让她爱上你 你看看她 你说像这样一个 有气质 有魅力的男人 谁见谁不爱啊 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哪里来的自信啊 我可 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你 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 你借由她为一个心理咨询师 是 催眠你的女病患的时候 就催眠她你的好 催眠让她爱上你 这串出这能听吗 借由这个店里 跟女病患谈恋爱 哎呦喂 不是你说话我怎么就这么不爱听呢 你给我出去 我不想再看到你 好心没好报 帮你还被你改 出去 走就走 我的水 唱死你了 还有我告诉你 我觉得丽莎比李妃好多了 你可以考虑看看 滚 她比李妃好 她真的比李妃好 你滚 你试一试 混蛋 她比李妃好哦 好 喂 妈 你怎么不接妈妈电话呀 我一直在忙啊 怎么了 儿子 妈妈跟你说啊 那个 你哥呀 现在真的是离家出走了 他连股东大会都没有参加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不是妈 你又想干吗呀 我想干吗 我想让你进集团 做总经理 代替你哥的位置 我可不干啊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打我厨艺 这个臭小子 又挂我的电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喂 爸 你出来一下 我在门口等你 我在门口等你 爸 你怎么来了 你回集团 带一棍做总经理吧 你想让我回集团 对 我暂时没这个打算 我跟你说 现在集团状况不太好 你是我的儿子 总不能在外面游手好险 瞎混下去 我告诉你 放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一 就是回集团做总经理 二 就是把一棍找回来 爸 你其实根本就不是想让我回集团 做总经理是吗 你只是想 拿我来把哥给逼回来 是吧 好啊 你不是肯定要做的吗 我肯定要做的 要做个飘料 まあ 我认为自己的 两条路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我尽力了 一宽 谁给你打电话 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他是不是想劝你早点回家 我告诉你啊 他巴不得我不回去呢 你以为他真心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这个继母和他儿子 一心就想霸占我的位置 你觉得他会让我回去吗 好了 易坤 说不定你误会他们了呢 我跟你说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个人 都像你这么善良 我警告你啊 我警告你啊 什么事 时间就这个地上 未经许的 又是这个地震 我死的 你爹 如果也不吸引 就这个地震 我用你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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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不错呀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我的冒牌为婚夫 不行啊 有事吗 别看了 换个地方聊吧 等会儿 我还没弄完呢 走吧 去哪儿了 走 好 你把这儿统计一下 不是 我们去哪儿了 我脚疼死了 你让我快一下嘛 不是 我真不明白 你们女孩穿高跟鞋会疼 干吗还穿啊 增高五厘米 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干吗 想着打啊 你上次打我 我是看在开心的面子上 才没有告你 你讲话讲清楚 是你先打我的呀 都怪李斐 要不是他在开心面前 污蔑我说我打他 我怎么可能赌气去打你啊 你打他就好了 你打我干吗呀 谁让你倒霉 我不介意再倒霉一次 我也别吵啊 你不信丢人了 他都不怕我怕什么 我跟胡娜出去谈点事 亲 你不信 first 你没关系 你不信 你不信 你可以跟大家带开心 Close